如今43岁无人敢娶,出道以来绯闻不断,还曾被骂狐狸精。 信任看过TVB的电视剧的小伙伴,都对蛇诗曼这一个姓名形象很深吧,蛇诗曼从出道以来拍照了很多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 可是蛇诗曼在竞选完港姐之后,拍照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雪山飞虎》之后,被港媒批判他是木头佳人,说话声响鸡仔声。 这让蛇诗曼非常的挫折,也一同让他意识到,演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作业。 为了证明给那些说自己没有演技不适合演戏的人看,自己也是可以演戏的,蛇诗曼开端每天早上都读报纸来改掉自己说话声响小的坏毛病,一同也开端张狂地接戏磨练自己的演戏,乃至还为了演戏熬到生病了。 可是也是由于这样,蛇诗曼的演戏也开端被他人认同了。 而蛇诗曼开端大伙是在拍照了10月初五的月光之后,这部剧让悉数人都记住了君豪和楚哥哥,直到现在小编去KTV都必定会点注君豪来唱的。 可是,蛇诗曼由于和张志琳往来过密,被传出因戏生情的新闻。 之后两人还一同拍照了西关大少、跑马的月光等剧,乃至还接到了婚纱拍照广告。 这也让张志琳的老婆袁勇仪非常的不满,乃至还在节目上大骂蛇诗曼是狐狸精。 被称为TVB最大发电机的蛇诗曼,传过绯闻的当然不止张志琳一个,还有欧阳振华、吴卓熙、林峰都曾和他传过绯闻。 最文明的当然仍是和郑家影的那一段情,在2007年蛇诗曼和郑家影由于拍照法正前锋二因戏生情假戏真做,可是其实郑家影现已早有女朋友,所以在媒体很屡次拍到两人同进同出,两人都回绝共认爱情。 出道以来绯闻不断,还曾被骂狐狸精,现在43岁无人敢娶。 再看回蛇诗曼曾经的电视机著作,咱们不难看出,蛇诗曼的演技越来越好,可是身上的气场也是越来越强,小编仍是喜爱最初刚出道十分的蛇诗曼,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心爱。 惋惜,为咱们留下这么多经典人物的蛇诗曼却倒还没有找到可以呵护他的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土壘教师的一句话,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于幸福和高兴。 确实如此,人生不是必定要成婚生子才是有意义的,其实像蛇诗曼这样,为了自己喜爱的作业去尽力,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crow是否带舍下的绪質是一个最后的的話,要解一下。